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弟弟冒充哥哥与嫂子生活在一起的韩国电影中毒 浩真和大真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弟 大真沉迷赛车不可自拔 哥哥浩真多次劝说 想让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定下来都被大真拒绝了 而浩真是一个温柔沉稳的男人 有一个结婚三年但十分安逸的妻子恩叔 两人刚刚度过了甜蜜的结婚纪念日 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浪漫的浩真不仅冒雨接恩叔下班 待他在雨中听着恩叔最喜欢的音乐漫步 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并亲手为他带上了用恩叔父亲送的吊坠做的香脸 第二天醒来后 浩真习惯性的为恩叔煮好了咖啡 煮好了牙膏 恩叔看到了正在认真浇花的浩真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而大真则正在为一场比赛做赛前测试 浩真还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礼物 希望他能平安务事 浩真和恩叔两人虽然已结婚三年 但是仍然像热脸中的小情侣一样 热衷于胡同情书 这天晚上 劳累一天的恩叔在给浩真写情书时睡着了 浩真看到心疼不已 将他抱回了房间 第二天恩叔起床后 碰到来接润浮露的大真 结果在刷牙时 发现脖子上的香脸不见了 回到房间 看到正在偷看自己写给浩真情书的大真 害羞的将他赶了出去 之后恩叔在枕头下 发现了已经断裂的香脸 着急的找浩真帮忙 而浩真正在跟来找大真的夜交聊天 浩真向他保证 一定会把香脸修好 比赛那天 准备帮恩叔修香脸的浩真 发现弟弟的比赛快开始了 就把香脸暂时放到了玻璃瓶中 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开快车赶往赛场 大真这边已经准备好 马上开始比赛了 没有看到哥哥的身影 不免有些失望 在比赛中 大真的赛车导向轮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到维修站紧急修理 维修完成后 直到自己已经落后别人0.03秒的大真 不过同时的劝阻提高了车锁 闯红灯时被一辆大卡车撞飞 浩真也晕了过去 两兄弟同时住进了医院 而大真先醒了过来 被恩叔带回了家 却发现他想变了一个人 恩叔发现大真像丈夫浩真一样 早起娇花 为他挤好了牙膏 不再沉迷在车 而是整天待在浩真的工作室里 恩叔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大真却坚持说自己就是浩真 医生说大真的大脑 可能被另一个人的意识控制了 回家后 大真把坏着的项链续好 亲手为恩叔带上 恩叔偷偷观察大真 却在大真身上 仿佛看到了浩真的影子 这一年中 恩叔几番挣扎 终于在大真冒运来 接踏时彻底沦陷 恩叔向他讲述了 自己跟浩真的往事 而大真也分毫不差的 讲述了两人初次相遇的过程 以及桌子底下硬币的由来 这都是浩真与恩叔的秘密 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下恩叔终于相信了 大真就是浩真 接受了他 两人像夫妻一样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很怪 恩叔怀孕了 暗恋大真的夜娇 十分伤心 决定去国外 在与大真告别时 发现了一些 令他不敢相信的事情 匆匆离去 而没过多久 医生就宣布了浩真脑死亡 而经过一番考虑 恩叔决定 让病床上的浩真解脱 没过多久 恩叔收到了夜娇寄来的快递 里面居然 浩真曾经送给他的项链 而大真给他的那条是假 之后 恩叔在墙上发现了一个暗格 里面有一组照片 发现大真原来一直暗恋他 在丈夫浩真 向他介绍自己前 就爱上了自己 当浩真向大真介绍 这是你未来嫂子时 大真内心无比崩溃 后来浩真跟恩叔结婚了 而浩真由于不懂女人 就把自己跟恩叔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了大真 大真就教哥哥写情书给恩叔 恩叔知道了这一切 崩溃了 但是他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 打算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这部影片前半部分 就像一部灵魂呼唤的电影 让人不仅为浩真与 恩叔真正的爱情所感动 但是后半部分 就血淋淋的拆穿了一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点击关注和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